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苏联占领了德国东部,美国占领了德国西部。 德国不仅在地理上被硬生生撕裂成了两个,还在意识形态上被撕裂为了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。 为了防止西方的渗透,东德又玩起了当年纳粹盖世泰宝玩过的花样,利用情报机构监控全国。 那便是有着红色盖世泰宝之称的史塔西,有史以来最高效、最具镇压性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史塔西的故事吧。 大家好,我是小明,订阅我的频道,丰富你的精神世界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苏联占领了德国东部,并在德国东部建立了一个亲苏的社会主义政府,德意志民主共和国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德。 东德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多党制国家,但实际上却是一党专政。 政治权利完全被苏联扶植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把持。 而存在于幕后的苏联,不但一直密切监控着东德的所有政治活动, 还通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契卡,也就是后来的苏联情报机构科格勃的前身, 向德国统一社会党提供专业的安全和情报培训。 教给他们怎么像苏联共产党一样,利用特务情报机构来监控和镇压反对势力,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。 于是,掌握了苏联共产党执政精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, 也在1950年2月8日成立了自己专属的情报机构,东德国家安全部。 其中,国家安全一词是这样写的,缩写是这样的,这就是史塔西之名的由来。 所以史塔西的含义其实就是国安。 不过,史塔西的含义虽然是国安,但从其成立背景就能看出来, 他所捍卫的压根就不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。 史塔西的格言是党的剑与盾。 从这个格言就能看出来,他所捍卫的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个政党的利益。 主要政治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党永远执政。 那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个党永远执政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呢? 当然不符合了。 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? 它是一个受苏联操控的政党。 它一党专政,那自然是既破坏国家主权,又破坏多党制和国家民主。 所以根本就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。 而既然党和人民是对立的关系, 那么党的剑第一个要刺向的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了。 所以史塔西的主要任务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, 用尽一切手段,消灭人民之中一切反对我党的声音, 防止人民之中出现任何形式的颠覆活动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史塔西是如何对付东德人民的。 史塔西虽然师从克格勃, 却在一定程度上清出于蓝而胜于蓝, 玩出了自己血染的风采。 尤其是在监听方面,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毕竟,要想知道人民是否对政府有意见,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听听他们在背后说些什么了。 于是,在德意志民族缜密和严谨的作风加持下, 史塔西把监听工作发挥到了极致。 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,甚至钢笔橡皮, 史塔西安置在民间的监听设备可谓无孔不入, 几乎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的耳朵伸不到的地方。 埃里希·梅尔克是史塔西的第一号人物, 掌控史塔西长达32年。 据说他经常给自己的下属们这样灌输, 一定要把每个人都当作反对政府的嫌疑人来对待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东德当时一共有1600万人口, 也就是1600万潜在的反贼。 要知道,当时可没有什么用来处理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啊, 那要想对这1600万潜在的反贼实施无死角监控该怎么办呢? 不用慌,史塔西有办法, 那就是利用人民来监视人民。 看过我做的《揭秘商军书》这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,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, 所以只要利用这一点来拿捏人民, 就能驯化人民为我所用了。 史塔西也正是利用了趋利避害的人性, 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在人民群众中发展现任的。 威逼的手段主要有两种, 一是通过搜集个人隐私和违法行为等黑材料, 对目标进行恐吓, 二是威胁目标的家人或亲属, 拿捏对方的软肋。 当人们意识到不与史塔西合作, 自己或家人就会遭殃时, 那么出于避害的本能, 就只能与史塔西合作了。 利诱的手段主要有三种, 第一种也是最直接的一种, 就是给钱, 你给我情报,我给你钱。 第二种是晋升, 你要是能帮我监视你们部门的人, 那我就可以提升你做部门的老大。 第三种则是分配稀缺资源。 社会主义国家嘛, 资源都是靠国家统一分配的。 你要是能为我提供情报, 我就可以优先分配你住房、 汽车之类的稀缺资源。 当人们意识到与史塔西合作, 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好处时, 那么出于趋利的本能, 就会去与史塔西合作了。 据部完全统计, 1959年, 史塔西约有全职探员1.3万人, 1974年有5.6万人, 到1989年解散之前, 则达到了惊人的9.1万人, 也就是说, 每160个人里, 就有一个史塔西的正式雇员, 而民间的县人, 也就是非正式探员, 则达到了恐怖的17.5万人, 二者合计约为26.6万人, 这就意味着东德大约每60个人里, 就有一个在为史塔西工作。 如果再把类似于朝阳区群众的通报者算上, 差不多每6个人里, 就有一个史塔西一边的人, 真可谓现实版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了。 相比之下, 纳粹时期, 每2000人里, 才有一个人为盖世泰宝服务, 谁更恐怖就不必多说了。 就这样, 通过庞大的情报网, 史塔西成功将东德打造成了一个底层互害的社会。 夫妻之间相互监视, 亲子之间相互揭发, 学生举报老师, 朋友出卖朋友。 在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猜忌, 相互仇视的环境里, 人民忙于对抗彼此, 而不是对抗党和政府, 党对国家的统治也就越发稳固了。 如果史塔西发现有人可能对党的领导心怀不满, 会采用哪些手段来对付他呢? 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把人投入监狱了。 史塔西管辖有17个监狱, 逮捕、审讯、恐吓、酷刑等等, 都是史塔西用来对付异见分子的常用手段。 通过使用酷刑、威胁、心理折磨等手段, 迫使目标承认罪行, 然后将其丢进监狱长期关押, 就能达到阻止异见分子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目的了, 可谓简单粗暴。 有人可能会问, 就算异见分子被驱打成招了, 但证据不足又该怎么给他定罪呢? 不用担心, 因为史塔西会制造证据, 以确保异见分子在法庭上被定罪。 基本上, 只要史塔西觉得你对政府存在威胁, 就一定能给你塞进牢里。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, 史塔西还会直接采用灭口的手段, 来永绝后患。 有时直接派遣特工进行暗杀, 有时则是通过制造看似意外的事故, 比如车祸、火灾等等, 来达到灭口的目的, 你就说可怕不可怕。 虽然在1975年, 东德为了提升国家形象, 参与了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, 承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, 但这也只是给西方国家庄庄样子而已。 协议签署后, 史塔西非但没有停止对人民的迫害, 手段还更恶心, 更隐蔽了。 史塔西开始在夜间或目标独处时, 对其进行逮捕, 以减少目击者和外界关注, 开始通过秘密或不公开的审判, 走个过场把人投进监狱。 而过程还是使用一样的酷刑, 威胁和心理折磨等手段, 迫使目标承认罪行。 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, 史塔西还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情报机构加强了合作, 以便共同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。 比如情报共享, 技术支持和联合行动之类的, 以提高对异见分子的监控和镇压效率。 所以赫尔辛基协议纯粹就是东德用来麻痹西方世界的政治工具而已。 当然了, 史塔西对付异见分子最令人发指的手段, 还是心理操纵迫害术。 看过窃听风暴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, 史塔西监听不仅局限于被监听者所发表的政治言论, 连被监听者什么时候和老婆滚了床单, 一星期倒了几次垃圾, 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会被记录在案。 所以光史塔西保存的纸质档案就高达200亿页。 那史塔西为什么要事无巨细地记录目标人物的一举一动呢? 就是为了便于对目标发动心理操纵迫害术, 从精神上彻底击垮目标。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东德化学家罗伯特·哈夫曼。 哈夫曼原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员, 但后来因为看不惯政府的所作所为, 在西方媒体面前吐槽东德政府, 于是就被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由开除了党籍, 投入了监狱。 出狱后,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异见分子, 史塔西便对其使用了心理操纵迫害术。 史塔西先是利用新闻报道, 造谣哈夫曼的研究成果是抄袭的, 还造谣说他是拿了西方国家的钱, 才发表反对东德政府的言论。 同时故意歪曲哈夫曼的公开言论和活动, 强调他的观点是反社会主义, 反国家, 试图使他的政治立场看起来极端和不负责任。 史塔西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伪造的信件, 编造哈夫曼的私人生活丑闻, 比如婚外情, 不正当关系等等, 以破坏他的家庭, 并利用拟名信, 电话威胁等手段, 向他的朋友和支持者散布谣言, 宣称哈夫曼已经出卖了他们, 或者警告他们继续与哈夫曼往来, 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危险。 就这样, 哈夫曼被亲友排斥, 被学术圈孤立, 一夜之间重盘亲历, 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 那说到这儿,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, 这种迫害的结果就是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。 我们常说, 造谣一张嘴, 辟谣跑断腿。 普通人造个谣, 经过大众媒体传播后, 都会对当事人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伤害。 更何况是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和官方媒体来造谣了。 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发布出来的内容, 即使是一派谎言, 也根本没有质疑和辩解的余地。 这也正是这种迫害手段的可怕与邪恶之处。 史塔西部长埃里西·梅尔克曾说, 不是朋友的人, 就都是反对我们的人。 而只要是反对我们的人, 就是我们的敌人。 而只要是我们的敌人, 就必须被消灭。 为了维护党队国家的绝对领导, 史塔西无情地肃清着任何可能存在的敌人。 根据史料记载,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 平均每天东德之内便会有至少八人被捕。 其中有很多人之后都下落不明。 那么史塔西真的肃清了所有的敌人吗? 与苏联统一战线的东德一直将西方视为洪水猛兽, 甚至还在1961年修了一道全长167.8公里的柏林墙, 从物理上隔离东德与西德, 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防止人们肉身翻墙。 然而1989年11月9日, 伴随着轰隆一声响, 柏林墙竟然被涌上街头的数以万计的德国人民硬生生给推倒了。 一时间, 东德人民全都欢天喜地地奔向了西方世界, 东德政府硬生垮台。 那一刻的埃里希·梅尔克在想什么呢? 或许在想, 好家伙, 原来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 那么问题来了, 该被肃清的到底是谁呢? 答案不言而喻。 1990年1月15日, 史塔西的各大办事处全被反贼们占领了。 而曾经组织严密, 无孔不入的史塔西则煞时座鸟兽散。 部分史塔西高层人员销毁资料的企图也被及时制止了。 随后, 原史塔西的大批官员和工作人员都被提起了公诉。 1991年之后, 德国政府更是针对原史塔西专职人员和县人展开了专项清查行动。 最终共有2万人被开除教师队伍, 仅一半的检察官和法官被免职。 4万2千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开除, 多个史塔西秘密警察头子被起诉判刑。 如今, 原史塔西总部已经被改建为博物馆。 曾经的秘密档案及相关物品全部被存放在了该博物馆内, 每个公民都可以去查看自己的档案。 史塔西博物馆的一楼则陈列了各种史塔西使用过的高级设备, 比如隐形窃听器、夜拍仪、万能手提箱等等。 其隐藏性、先进性和创造力都令参观者叹为观止。 让人不禁感慨, 一个党为了把持国家政权, 为了对付人民, 竟然能够做到这个地步。 好在, 经历了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场浩劫之后, 德国又再一次回到了文明世界。 德国人民也因为正确的选择, 而再一次得到了世界的尊敬, 再也不必活在猜忌和恐惧之中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